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在過年前兩天 來到我們矯正署 除了參觀矯正署之外 也要仿視我們台北監獄 以及桃園女子監獄的整個業務 執行情形 我想矯正機關是一個很容易 被我們社會大眾所忽略或遺忘 的地方 因為矯正機關裡面的主要收容對象 大概都是在過去曾經因為犯錯 而被限制的人身自由 到這個地方待上一段時間 除了他們的家人跟至親好友之外 外面會不想要接觸到這樣的人群 甚至於對這樣的機關的本身的屬性 有時候都會有一些負面的觀感 剛剛我們部長還有署長的簡報裡面也都提到 我們矯正機關其實已經早就擺脫早年的這種對受刑人 除以不管是身體或者是勞動等方面的一些懲罰性的措施的階段 我們現在是基本上用非常人道 而且可以說是符合人性的方式 在讓我們所有的受刑人都能夠因為這段時間的 在這個地方的一些訓練能夠早日回到社會做一個正常的公民 而在這一段逗留在矯正機關的時間裡面 我們不只提供他們身體醫療方面的照顧 提供他們宗教以及文藝方面的一些陶藥 提供他們一技之長 甚至於剛剛在簡報裡面所講到的許多的工作項目 是我過去在今天聽簡報之前 還不知道說我們矯正機關已經開發出了這麼多的這種業務或者是活動的類別 這些都可以看得出我們矯正機關同仁的用心 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特別選在新年來到之前呢 先到我們矯正機關來視察 其實主要的用意 除了要給我們所有矯正機關的同仁一個鼓勵之外 也希望趁這個機會能夠深入了解一下 我們受刑人目前的一些接受處遇 或者是訓練的情形 那我們共同來思考一下 我們是不是如何可以把這個工作做得更好 那再過兩天就過年了 今天特別來到這個地方 來探視各位 除了勉勵之外 也趁這個新年之前兩天之變 向各位同仁先拜個早年 敬祝大家新的一年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